另外在带您看到为了要让学童及青少年在暑假期间也能有生活重心 卓西社区发展协会在今年的暑假就首次举办了暑期的乐活营活动 不仅是开放各式的体育及抑制课程也包含手作体验 那么开放报名之后是获得了许多的家长及小朋友的热烈回响 这次总共就有将近30位的孩子来参加 小朋友听着老师的口令眼睛闭上 同时还要靠着感觉把杯子算好 虽然有些难度但是小朋友的学习能力强很快就完成任务 这次卓西上社区发展协会办理的暑期乐活营 邀请了花莲知名的蝶杯直排轮老师在暑假期间教会卓西的小朋友 为了是给我们小朋友更多能够让整个课程规划更好 让他们从中能够学习到更多他们能够获得资源 7月份的暑期乐活营即日起一直到7月30号 课程也非常的丰富 有直排轮 叠杯 手作课程等等 让小朋友学习在学校学不到的才艺 最主要是大人孩子丢着 你们也知道嘛 对不对 有时候起活动这课程是谁的孩子乱考有没有 或者是去图书馆玩电脑 然后因为你至少的这个用途 你觉得也对 也帮了我们 也帮了我们大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忙 今天才25个 我希望就是说每一年每一年会更多更多人 然后也可以结合到我们育女症的小孩子来跟我们一起共享 为了让学童以及青少年在暑假期间也能够有生活的重心 卓西社区发展协会在今年暑假首次举办这一场 暑期乐活营的活动 不仅仅开设各式体育以及议事课程 也包含了手作体验 开放报名之后获得家长及小朋友的热烈回响 这次就有将近30位的小朋友来参加 记者高中双卓西乡采访报道